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於12月23日,在北京召開,會議提出歷增2020年底實現全國所有地級市覆蓋5G網絡。 2019年12月22日,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,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出爐,外界稱為民企新28條,內裡多項措施,被認為是中央力挺民企改革發展。 近日,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2005名受訪者進行調查,當中86.6%的受訪者覺得電商領域經常浪費塑膠袋。 53%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為電商使用可循環再用的環保包裝支付一定費用。 有學者認為,內地自2008年推行限數令,現時已有與時並進的必要,更新限數令亦可配合部分城市對網購、快递、外賣等行業推行綠色包裝的要求。 。 。